2023年12月 台军海虎潜艇在高雄出海训练发生意外 6名台军官兵落海至今仍有3人下落不明 台海军近日的调查报告出炉 认为是环境与复合式因素造成 蓝营民旦认为 这份报告推诿谢泽 根本是在玩文字游戏 与此同时 蓝营还接获爆料 台海军官兵身上的安全沟 竟然是从大卖场购入的工业用品 针对台军海虎潜艇事故 台海军的调查报告近日出炉 定调为环境与装备复合式因素造成 且海虎潜艇下海进行作业 是依照装备故障修护通令进行 不是人为疏失 所以无人需要被惩处 但蓝营民旦认为 这样的调查报告太封眼 对落海的官兵不公平 社会上最关注的是 在事发的时候决策判断有没有错误 标准程序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但军方却没有让社会看到这方面的检讨 中国国民党集民代马文军也质疑 什么叫做装备与环境复合式因素 看字面的意思 既不全是装备的问题 也不全是环境的问题 既是装备的问题 也是环境的问题 天气恶劣 海向不加时 维修救难浮标是否符合程序 是否判断正确 台海军的调查报告根本就是文字游戏 马文军还表示 在调查期间他接获爆料 指出这次出事的安全沟是从大卖场购入的工业用品 台海军有必要交代真相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工地使用的 应该使用军规的这样的装备 就应该要提供军规的装备 据了解 台海军确实有发放军规的安全扣环 只是长时间使用损坏后 是可以按照程序申请外购 产品只要是验收合格 正当渠道购买都能使用 马文军认为 台海军现有的程序 有没有检讨精进的必要 有没有政治责任 结果 从台海军到台防务部门 无人有疏失 无人要负责 他要求台防务部门必须给外界一个说法 我只是想开构到这里 我就让我们再来 用几张融带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